热气球是人类最早的飞行工具 1783年就在法国诞生 如今即便科技日新月异 热气球依旧承载人类的飞行向往 翱翔天际 德国举办了一场热气球锦标赛 带您去看看 为期五天的德国热气球锦标赛 在南方城镇泰根赛登场 一共有25组参赛者 分别要通过不同的竞赛考验 其中一项Fly-in赛事 参赛者各自从不同地方起飞 丢下绑着彩带的沙包 草地上大大的石子是目标 所有热气球从各自起点出发 要找寻最合适的路线 与最理想的高度 看谁的沙包能最接近 考验着驾驶的判断与技术